县府教育处今年持续运用教育部推动中小学数位学习经济方案 投入大约1.3亿元经费 购置载具等软硬体设备 并在康乐国小成立专案办公室 3月29号接牌运作 饶庆林县长和教育处林郑宏处长 并与康乐国小师生共同体验数位线上学习的乐趣 我非常感谢康乐国小老师和同学 谢谢你们让我们能够跟着你们一起 来在学校里来做支援全线的老师和学生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我今天自己亲自上课 也感觉到久没上课也真的是蛮落伍的 谢谢大家给我成长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 不是直接打开Google Meet 然后分享PPT 才叫做数位学习 如何善用科技 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效率 更有兴趣 透过现在数位科技 他可以去做information research 然后再去做一个自己的主动学习 这是我们整个计划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它不会是个临时性的 起码它 因为我们也不做临时性的事情 我们希望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 是一个永续的学习 县福在康乐国小所成立的台东县数位学习推动办公室 未来将统筹全线线上教学和数位学习事务 培养学生数位素养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台东所在综合不到